我是一個中學的體育老師 同時我也是一個半職的足球員 在踢甲組足球聯賽 其實我是足球生涯 從小學開始踢 一邊都是讀書,一邊踢球 最初我踢區隊 從區隊再踢全幹性的比賽 然後繼而入選香港的青年軍 其實我也是一邊踢球 一邊讀書,安排我的時間 一個轉捩點就是到中學 我完成了高級程度會考,即A級 又要選擇 究竟我想繼續升讀大學 還是去全職劇 因為都跟家人聊過 其實學業就不可以放棄了 最終就選了讀書 完成大學學位 學業和體育事業 兩者是可以並存 嘉華決定先將重心放在學業上 令家人放心 為自己日後在體壇的充斥作熱身 畢業之後 其實自己可以選擇去做老師 剛好因為我在大學時期 跟著地區球隊 剛好去那年升上甲組 其實這是一個機會 自己反覆地想想 小時候也想做這件事 現在又有機會 我又完成了家人的意願 也完成了我的學位 其實也想去試一試 闖一闖 或者玩玩自己的心願 去做甲組的足球員 在成為全職球員的一年裡 嘉華全力實現至少的足球夢 不過在香港做球員 始終還是太冒險 不穩定的收入和前路 令嘉華再次思考眼前的現實 讀完書出來 年紀都不小 心願都… 踢了一年也還了自己的心願 加上也要面對現實的生活 始終是足球員 對比一個老師的收入來說 其實也相差很遠 自己也要想一想 接下來就要找回一些穩定的生活 這件事令我決定了找一個教職 對於嘉華來說 選擇一份穩定收入的教職 並不代表妥協 他決定轉成半職運動員 而平日收入,維持生計 令自己可以安心實現足球夢 總括來說 其實對於我當初的決定 我沒有後悔到 其實在每一個階段 我都覺得學到不同的東西 其實全職運動員 除了錢、經濟上的困難之外 其實我也很享受這件事 因為很難你會在人生中 全心全意投入去做一件事 其實在那一年我非常享受 也沒有後悔過 會否浪費了一年去做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不會浪費了 如果做老師就是換了我穩定的生活 踢球又可以繼續滿足我的 我從小到大的理想 但我確實質地 career 我願不在乎 我還不在乎 在置業 哪個分析